會變做 幻象是反向的 再來就是 鏡頭 鏡頭不要晃 我們講說 經常用長鏡頭也好 或是沒有用長鏡頭自己在拍也好 鏡頭盡量不要晃 因為晃的過程裡面 也會讓一個新聞的 畫面本身造成 另外一種遐想 到底 你close up 的時候他在放 那 你自己在拍的人放 就造成影像之後在放 那這些東西都是對新聞片來講 都是很不好的 除非他是 切實站在那種地方是在放的 否則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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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拍新聞來講的話 鏡頭一直放的話 這是很很很 要解掉避免的 再來就是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過程裡面 就是 人數的比例 比如說 今天 哪一邊來訪有五個人 這邊來訪五個人 你要帶嘛 各三個人 帶不滿 各帶三個人 你能夠錢帶 當然能夠帶進去最好 你不要這邊只帶一個人 這邊帶五個人 這會變成什麼 五個人來打架 不平衡感 那比例就不一樣了 就是說 明明是五個人來匯五個人 你在拍的過程裡面 只帶一個人 然後這邊五個人 留下來這張照片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些過程 對一個主體拍攝來講的話 這個比例原則是有問題的 再來就是 主體被框 框就是 你要他站在那個地方是 他幾手頭子之間 是被壓抑住的 那這種所謂的主體被框呢 在拍照上來講也是很不好的 比如說 你一定要站在門檻底下嗎 這這這 一些 排坊底下嗎 就壓的有一點 這個這個 有志男生的味道 壓的有一點是被擠破的感覺 被壓迫的感受 那這些東西都最好不要 那後面這些東西就不提了 在 在最後面 焦點 焦點就是說 你攝影機的焦點 要落在哪一個地方 事實上我們的鼻子跟我們的臉 是還是有一個距離的 你的鼻子 跟你的臉 臉 臉 這邊是有一個距離的 包括你旁邊的 皮膚 也是另外一個距離的 可是 當你的focus要 cross up的時候 要落在哪一點 你要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個 好女孩子 不要把他拍成 醜八怪 OK 你懂得是嗎 因為焦點落在哪個地方 當你在cross up的時候 VCU的時候 那它是會影響到 它的美感呈現 我記得 某些女演員 他年紀一大的時候 就很care 你的focus 對不對 所以有些要加沙 不叫愛沙 加沙 有一些還要加什麼 加利網 鐵絲網 把它sort掉 那我現在做的意思是說 包括這些東西 我們在適當 在利用 交際的前後 都可以直接做這檔事 比如說 我不叫加沙 可是我把交際 放在他鼻子之前 三公分呢 他這邊也sort掉了 你懂得是嗎 所以 適度的去應用交點的弱點 也是對我們攝影來講 是一個所謂的 一個重點呈現 譬如說 他鼻子在切實很美 或他皮膚切實很好 那我就拍到他 那一種 彈指可破的那種味道 那他的皮膚 你的focus 就要落到他的皮膚上面 OK 他的髮病很美 他的髮病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古典美人的樣子 那我在拍影像的過程裡面 我會帶到他的側半邊的一個 一個髮絲 讓他很立體的呈現 那焦點就可以落在那個地方 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適度的去應用焦點 在一個 一個close up的 一個pick up 就是很 很近攝影的一個攝取的時候 是可以應用這種焦點 那這邊就自己看了 眼景 前景 事實上 事實上這邊我應該是標的應該有英文的術語 所謂long show mid show 當然微 show 腰緊 或是cu cose up vcu 或是s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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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這裡面是有很多的術語 那 因為 並不是每一個都攝影師 我就沒有特別把它 標出來 那這邊就是鏡頭的一個 推拉的動作 那當然 推就是room room in room out 攀 搖 搖 那還有椅跟跟 那固定的鏡頭 跟甩鏡頭 那後面的甩鏡頭是比較應用你在所謂的 技型的描述 這邊 這邊 拍 然後 又到哪一個畫面 然後 他有一點 有些是回憶鏡頭 有一些是 錯開不同的空間 比如說我現在去到台灣 啪 我們看香港那個地方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種甩鏡頭的過程裡面 是可以把它當作 時空的變化 一種時間 一種是空間 那當然這裡面 我有係數一些 它的中間的過程 那這些都是用看的就可以了 那這部分剛才有提到過 畫面方向的規律 一定要有這些規律 那你在剪接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你印鏡的過程 你們要去思考 我將來怎麼去剪接它 那好的CAMERMAN 就是你拍了一分鐘的畫面 就可以用一分鐘 當然時空也要抓住好 時空環境也要抓住好 那這些畫面的紙質 就有點像一個機型片 可以讓人家看得很舒服 那這些東西就是你在鏡頭 在攝影的時候 就要適當的鏡頭設計 這邊攀出去 那邊就是攀進來 那這邊攀出去 沒有攀進來 就是拍一個鏡鏡 然後再攀進來 鏡頭在跳的過程裡面 要有一點藝術性 這個部分是如何幫影音做加分的部分 影像 幫影像做加分 所以適度的去應用 這些技巧 過程的因素 都是可以幫它做加分的 把它上字幕 美術的把它佈局 或是每邊的加上圖 圖進來 或是加上一些Effect 讓它兩照之間的對比 這些東西都是一種電視語言的一個修飾 加上其他的因素 其他因素 當然有些人上電視要化妝 對不對 有些總統上畫面也要化妝 那這些東西都是其他的因素 另外就是說 哪一些是它的限制的因素 我想後面就寫清楚了 所有單一事件 表現手法 環境的時間 還有創作者製作費 就會限制了你的電視語言 今天一個主題給你 拜託 我一個小時之後要 你怎麼去弄 時間的壓力 你找不到好素材 找不到去拍攝的一個東西 時間因素 創作者 他本身是切法這個條神經嘛 對不對 或是他本來就已經這方面的佼佼者 所以創作者本身自己的修養跟經驗 再來就是製作費 對啊 你沒車 沒人 你這要拍攝什麼東西啊 所以製作費 也會影響到整個的製作空間 再來 這個部分 一個叫做不分鏡頭 一個叫做分鏡 一個叫做時間 今天高速公路發生車禍 發生重大的一個事件 那記者第一批 記者趕到了 第一組 那他是一台ENG嘛 那SNG車隨後就到了嘛 那我這一輛 我這一部ENG呢 我如何進到這現場 隨著文字記者 跟著文字記者的背影 下車之後就開機 就按 跑到現場 這時候是 所有其他台都還沒到 我就一路秀 一路拍 然後隨著一台機器 錄製的前程跟著拍 一直走一直走 也就是說 雖然是只有一台機器 可是我把它當作一個場景來處理 那這個場景 我一路這樣 OK 一直滑了下去 四分鐘 我的SNG車到了 別台SNG到了 這時候我的袋子 換上SNG車 我已經開始播放了 已經全程做報導了 一部ENG啊 我不是ELP 單一台攝影機叫做ELP 兩部以上的ENG叫做ELP 那我如果用一台ENG 就把一個場景 FIR FIELD 一個FIR 一個場景 就一台機器把它做完了 那做完的過程裡面 就說我隨著場景在拍攝過程裡面 roll到這個受難者或是家屬或是當事人 司機造勢者 完之後再拉到記者現場報導 現場記者報導 講完之後再拉過去 那個什麼 那個警車他們來了 或是救護車來了 整個場景這樣一路這樣下來 就一下子20分鐘 斷掉一個場景 所有東西都交代了 一台機器就做完了 還要出動轉播車嗎 OK 所以這個就是說 如果去利用部分鏡頭 但是也如何做到一個場景的新聞報導 第二部分就是 利用分鏡的部分 那利用分鏡的部分在於哪裡 在於空間的思考 我在這邊看是怎麼樣子 我離開拉演藝看 整條高速公路全部堵車 那我這個不跳鏡頭去拍攝的話 我沒辦法去拉那麼時間 跑那麼遠之後再去拍一個鏡頭 來代表說整條高速公路上的塞車 所以像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要分不同的視點 不同的空間處理 你才能不能看到 整個完整的事件的全貌 那這時候就要分鏡了 OK 接下來就是 欸 我這是要有故事的啊 我是要有視覺 那這部分後面就有點像拍戲了 就是如何把一檔事情 現場重建 雖然我是晚到的 可是這過程裡面 我是在重建現場的拍攝方式 那這就是要用視覺來描述 那之前發生車禍是怎麼發生的 那這鏡頭的代法就不一樣了 重建現場的方式 來做報導方式 OK 但我剛才提到這三件 這三種方式的報導方式呢 都會給觀眾帶來不同的感受 尤其是第一種 第一種的刺激 因為它是Move 它是移動的 就像我剛才講 它是動態鏡頭 所以它是 人腦筋裡面一直在看 都嚴重 然後看到這運動 視覺神經一直在那邊運算 那這些東西 尤其是第一個 是很驚心動魄的 然後帶上地上的流血的落成 再拉起來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看你怎麼去應用鏡頭 那你把一個新聞事件 拍成那樣驚心動魄的話 老實講 觀眾也蠻反對的 只是說 看你用什麼心態 來描述一個報導 OK 就你把它當作電影 後面這個部分 自己看 因為這裡面幾乎 文字比較多的部分就是 唯恐大家不是很了解的部分 所以多細數一些 事實上字太多也不是很重要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講了很多概念 我想對於電子攝影機跟紀錄的部分 我要做適當的了解 所謂專業的電視攝影機 是指我們所謂的轉播車 或是攝影棚的這些電視的攝影機 BetaCam的部分呢 是Sony所發展的系統 叫BetaCam 那以BetaCam來講 目前是大致上有分這幾種 Digital BetaCam SX SP IMAX 那當然這裡面我們講的是指 所謂的標準的 就是SD 標準的Definition 當然它這裡面 有關於那個 High Definition HD的部分 也是BetaCam 那再來就是底下有VBA VHS DVCam MiniDV 那這個部分目前比較常看到的 右邊的部分呢 左邊的部分是指機器 右邊的部分是指它儲存的 記錄的儲存的東西 那從早期的2inch 1inch 到4分3inch 4分3inch 另外一個名稱叫做U U MT MATIC UMATIC MATIC MATIC 在國家的很多圖書館裡面 目前還有很多 這個四十三的袋子 UMATIC 那巴黎米 這個民間比較多 2inch 也就是 Digital RedCam Digital RedCam Digital RedCam 都是2inch 剛才講的 NBetaCam的部分 都是2inch Digital RedCam Digital RedCam Digital RedCam 在後面兩項 是近期在發展的部分 是Blue Ray的Disc 就是 南光盤 南光盤 那南光盤的部分呢 是由Sonic所發展的 那後面的所謂的Memory Card 是Panasonic所發展的 現在兩大陣營 一個發展這個 鐵射 就是 南光盤 一個是發展記憶卡 那我們從Tap的時代 怎麼去進到Blue Ray 怎麼再進到Memory Card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在這個時間軸 Tap 到Blue Ray 再到Memory Card 目前的時間點 好像在這個地方 從Tap 轉到Disc 再到Memory Card 那當然他們的成本效率都不一樣 一片記憶卡很貴 4G的記憶卡 也變成8G 本身16G 那這些記憶卡都相當貴了 尤其是 應用在專業上 它的售價特別高 那Blue Ray本身 就是Disc 它還是有機械 Memory Card是完全沒機械啦 Blue Ray是還有機械 它還是有光線的Pick Up 讀寫頭 Tap這邊是百分之百的機械 所以它的錄製 是錄製在Tap上面 那現在隨著人工水 在修理機械啊 沒有人修理啦 連Sony也沒有人修理啦 那這過程裡面怎麼辦 所以慢慢的在往這邊移走 慢慢往這邊移走 所以我們就要看說 在哪一個階段 採訪的部分可以用什麼東西 簡介的部分可以用什麼東西 儲存的部分可以用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是 開始在做這樣的解割 那假如說是拍攝 可以用這個Memory Card做拍攝 那也是蠻好的 只不過它價位很高 價位很高 那現在拍攝的東西 已經不像過去 叫做紀錄的是 線性的影音 現在紀錄下來都是檔案 所以一旦進到灰編的時候 灰線性的編輯台的時候 它是用檔案傳送 檔案傳送過程裡面已經不是 要1比1的時間來做傳送 我們過去的Vidio Audio 或是這個BetaCamp的系列 Ligit BetaCamp XXXP IMAX 這些目前都是1比1的傳輸 一小時的節目送過去那邊 就在一小時 你變做檔案傳送的時候 一小時的節目 也許四分之一的時間 也許二十分之一的時間就送完了 那這過程是有利於一些 所謂的工作平台的互換 所以後面兩項 這個時候Blue Ray跟Mavica 都已經是檔案格式了 OK 我們在看一些東西 影音的Oreo Video 經常你經過插銷接線的時候 或是經過所謂的交換機 有人一下子跟你去按一下 他發覺錯了之後 再把你按回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會有人這樣 他拔案那個插銷有沒有 Pouch Pen 拔案錯了 沒有了又插回去 有沒有 然後偷偷的就不敢講話 有沒有 有沒有 大家承認嘛 就是說 似乎的 但是又不方便 因為講說我把你心臟中斷了 可是對錄影機來講 錄影機 錄影機的齒骨 它是瞬間是沒有同步心臟進來 它速度就 Lost掉了 失速了 這畫面就恢復不來了 你現在到那地方 那畫面就斷掉了 結果你不敢講 為什麼忍做這種事情都不敢講 而且不是晚上做 是白天做的 OK 而且都不願意跟人家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線性傳送就有這個問題 它經過交換機的時候 硬奧一切一切錯了 就把它切回來 就這樣就斷掉了 但是假如檔案傳送呢 它沒送完整 它告訴你 L 它在重送 所以 對某一些東西來講 檔案傳送 它也可以確保 所謂的品質 有沒有完整的被送達 檔案傳送 你去拿它下載 下載 不完整 它告訴你L 你要重送 或找其他途徑 對不對 所以 我剛才講說 為什麼 有些是要1比1的 這樣傳送 有些是要檔案的傳送 當你在做monitoring 監看的時候 當你在做播出的時候 就要用1比1的方式 當你在互相轉換平台 互送的過程裡面 就要用檔案傳送 OK 所以 符合這個規格叫做 MSF M Material X Exchange F Format Material Exchange Format 那這樣的話 只要Server 能夠符合這個原則 一些檔案 就可以大家彼此互換 它的名稱叫做 M X F Material Exchange Format 那 以前是還沒有 成一個正式規格 叫forum 論壇 Material Exchange forum FORUM OK 我們現在講到一些拍攝 那拍攝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些 譬如說收音 那收音你要知道它是多少DV 多少DVM OK 那你的麥空 你的麥空 你的麥空是多少DV 所以送到你的 錄影 你的攝錄機 攝錄一體機 的外接的麥空 是不是夠這個水平 那你的指針 能不能達到0VU 那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在攝影機本身 要看 講話聲音的Label夠不夠 會不會偏低又偏高 所以它的標準單位叫DVM OK 再來叫做主抗 主抗 這些東西都已經變做一般的術語 這已經不是很專業的東西 就是主抗 你是高主抗的還是低主抗的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這種所謂的 這種街頭的 平衡式的街頭 這裡面是三個蕊的 那是平衡式的街頭的部分 一般來講它是低主抗 600Ω 600Ω 那那種mini的 我們像我們的耳機 在插的mini的部分 那一種主抗 都是高主抗的 高主抗的 這樣大致上可以分配 那職業用的呢 大部分都是低主抗 600Ω 職業用的 職業用的 因為它600Ω 聲音的能量 能夠1比1的轉送過去 那耳機在聽的過程裡面 它是要低能量 因為電池要省電嘛 低能量可以製造所謂的 高Voltage讓你聽到 高音壓 所以它是用高主抗 然後讓你耳機可以聽到 所以那部分是 不是1比1的能量轉換 它是消耗能量的一個轉換 所以是高主抗的 OK 第二個就是 影像 其實1格1格嘛 我們講電影 1秒鐘24格 電視是1秒鐘29.97 在我們國家 29.97格 接近30格 那每一格 變成一個門牌號碼 你家住在樓四五路三段 20號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真的 我在講說 是不是 你不然有的時候你怎麼知道 每一家都要有一個門牌嘛 那你這樣子 你就不要去 從頭去數 數到第20家嘛 對 門牌號碼 隨意的到那邊 所以那叫做絶對位置 那你假如說 不是 羅斯福路100號 是羅斯福路 第100號的地方 那你就從頭開始數100個 才到那一家嘛 因為那一家 門口沒有 沒有一個門牌嘛 那我在講 time code 10系碼 就是這個意思 10系碼 是 是 根據每一個畫面有關係的 所以 你 早期 早期你看完袋子之後 是不是要回帶回到最前面 然後把袋子放到架子上 下一個要使用了 再把袋子拿下來 從頭再找到他要的地方 對不對 那時候 因為大家都不去用time code 只用什麼 只用底下的tap timer tap timer tap timer tap跑20分鐘 所以你只會記得說 tap在20分鐘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看完袋子要回帶 然後下一個 再去從前面再去跑20 ok 所以所有的人生歲月 就這樣跑掉了 ok 那假如說是 你有time code的時候 我看到哪裡 就留在那裡 那現在是 從20到40的地方 我就從time code的play 從20 跑到40的地方 我就找到那個位置 ok 所以time code 就是跟frame 它有它的 絕對的relation 絕對的關係 那 接到這裡就是 它就產生了一個叫做LTC 一個叫做VITC 那LTC呢 是指我們在做慢動作的時候 我們在做play的時候 我們在play的時候 是正常是LTC ok 那 可是你在做慢動作的時候呢 顯示不了time code 慢動作 慢動作 什麼叫做慢動作 就是在frame之間 它沒有誇 從我家到你家中間沒有 沒買號碼 Steer有沒有 慢動作Steer 就是說 從這一戶到那一戶 之間 沒有其他號碼可以 可以顯示啊 所以這時候才會跑出來 叫VITC 那至於怎麼解釋VITC跟LTC 我看下回有跟你講 好不好 我們今天 打算講到這個地方 那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技術的東西 因為 因為很多這些東西 都是蠻有用的東西 所以 這個有part 2 今天是part 1 所以part 2的資料 還有將近50% 還沒進到你們的資料裡面 好 那 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我不曉得針對今天的topic 有沒有什麼樣的 要討論的部分 或是 對於本人的課程裡面 有嚴重不滿的 也利用這個時間 提出來 OK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放一袋 要解決眾人的問題啊 你不能自己在那邊自言自語 你自言自語 所有人都慌了 沒問題吧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大家做 你們分組分好了沒 蛤 分組分好了沒 分好了 分好了 分好了就是大家要找地方 我跟你講喔 做班代的就是要 要付出一點愛心 我以前當班代表就是 花一點經費嘛 大家 喝喝水果汁嘛 對不對 或是 吃一下火鍋嘛 就有得談了嘛 對不對 你這個技巧都不錯 當然你問題就閒在那裡啊 欸 班代表哪得讓得西民的 欸 進選一個司議員都要花多少錢 你班代表這樣沒有錢的啊 好 那沒事的話 就下課 那有問題的 我們還可以再talk一下 身體 我會想請坐 坐 坐 着 ,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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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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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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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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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可以 然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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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actually 好 不错 那目前FreeEditor有一些公司在用 那大洋的X-Editor年代在用 那在台湾比较不普及 因为它那个毕竟是中国大陆的 比较在台湾比较少流通 就这样上啊 那是旁白字幕 在我们电视台里面是透过一台字幕机去上上去 对 因为你要一个一个贴 那是有一些档案是可以抓那个timecode去这样敲上去 这有点像网路上download的东西 它这里有一个timecode码 然后你依照它这样敲进去 但是不方便 不方便 还是不方便 那大部分这种字幕都是拿来做片头的特效 或怎样 简单几个super 那除非你慢慢贴 一行一行贴 它就这样贴到蛮累的 蛮累 OK Premiere有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好了 我这边这句话 你是说用非线性 因为你自己用非线性自己就可以preview出来你知道啦 那你比如说你透过来一台字幕机 那那些都是透过线性的方式嘛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台非线性 我要把video输出输出到字幕机 字幕机的字幕再key在那个video上面 再录到另外一台 录到带子上 或者再进入一台另外一台飞线随便 那它是这样子要 然后当你在输出的时候 它是要一边敲的 敲敲敲 敲错了它就错了 那你就要回过头来再敲一次 它就有点 这样上字幕是有点线性的方式上 那非线性就是 你这样一行一行贴 贴错了你自己都知道 你可以preview一下 到底对还错 但是一行一行贴就慢啦 因为那tico不准啦 除非你去给它一个码 我知道有的程式是可以给它一个码 把tico全部记在里面 比如说一分一秒的时候 陈随便讲了什么话 它自动去抓那个tico 自动把它上上去 但是你还是一开始要去对那个tico 对找出来 你还是要找到出来 一分一秒的时候 陈随便讲了一句话 TC timecode上置是不是 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它没有那种翻译台 比如说那种翻译也会翻译 蛮难了 蛮难了 真的蛮难了 字幕一直是在电视台里面一个蛮难克服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电视台里面 即使在数位化彩编播 我们在on air 新闻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 因为比如说陈随便讲了什么什么 连在和中国是什么什么什么车修部什么之类的 那你要上这字幕吗 那一定要在现场上 可是比如说你看一分钟 你一定要靠人去上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几秒钟会讲那句话 除非你算得好好 电脑才能自动去cue那个tiego 把他上上去 那对于电视台来讲 那个作业时间会非常长 为什么 因为可能他才前两分钟才把这个新闻传来 才把文字那个 那个陈随便讲那句话 把它key in到电脑里面传过来 你怎么知道你还去对那个tiego 通常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叫字幕的ad 专门去上这个字 上super人民上 上讲话的内容 一定要 就我们在on 新闻的时候 我想你们那天应该有去看 看我们在on 新闻的时候 你们的位置的前面 就有一个人专门在on key in 那字 线上就改那字 然后再送到那也要上 那其实他们那个工作是很压力很大 因为有时候上错字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 新闻被人家投书 断背山然后打成断 臂山 断背山打成断臂山 结果人家就在想 哇我们就被检讨 那字幕就觉得很衰 我只不打错一次 因为他用注音打的 那声音可能很相近 然后就变成这样 所以 他们在线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通常字幕的来源都是 记者先在 采编系统里面打好 送到他那里 再转换格式on上去 那但在on的过程 他有时候记者打的也很快 记者也打错 他也来不及校正就是on上去 就会有点问题 就会有点问题 对啊你还是在 你还是要靠那字幕机去super上去啊 你还是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嘛 就文字 先就文字记者先把这些字幕打好 但是文字字文字记者怎么知道 他一定觉得没有错嘛 他会送到onair的系统里面 那onair的系统 他有时候来不及check 他直接觉得他对 他就on上去了 哪知道是错的 那只能算谁 蛮难讲的 就是结果就被检讨 所以下次字幕上的时候 一定要check到底对不对 那他哪来一集 他已经根本就一长串 他来不及看 有的时候会这样的错误 字幕一直是电视台里面 比较麻烦的 他一定要专门一个人到两个人 专门去盯这个 因为我们通常字幕都很晚到 那非线性上字 你当然可以慢慢上 但内容就不一样 他们那种字幕机 在onair的字幕机 就非常简单 因为他不能弄得太复杂 他在这边找来找去 他哪有时间 他就直接上了 上下 上下 OK 这Premiere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Media Studio Pro 他基本上最重要的里面 Media Studio Pro 是整个软体的名称 他下面有五个子的软体 那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 Video Capture 同样的 等一下 大家注意到这个是 呃 这个Media Studio Pro 里面剪接的软体 他更好跟Premiere有点颠倒 这边是放Data的地方 这个是Source来源 这个Source来源 这是呢 他正好把它颠倒 为什么呢 他不想跟Premiere一样 就这样 因为Premiere是国际大厂 他假设跟他做的一样 他就被人家说他操他的 事实上他本来就操他人家 诶 诶 诶 怎么搞 一直没开掉 这个当然位置你可以去搬来搬去 但是没必要 你可以搬过来 把它搬过去 随便你 这个就长得差不多了 对不对 诶 奇怪 那个VideoCapture一直没开起来 哦 开了 OK 这是VideoCapture 然后 他界面是这样 我们到这边有一个眼睛的地方 是截取 然后这边就也是一样 你Play Play 一样 好 假设我这边要输入 我就按Record 这边 这边就是你存档的地方 假设我设定 这里 MSP 好 我们设定的话 他为 0001好了 确定 按确定 他就开始录了 你看 截取多少格 多少秒 其实都差不多 只是他放的位置不一样 好 假设OK了 我就按一下 他就停了 OK 诶 这边看 好 嘶 电脑变很慢 OK 他会把 刚刚 这是刚刚输入的地方 OK 假设我们 输完了 在这边 我们刚刚在这个 输入的地方 这边有 我有把 储存到巨宝库里面的媒体图库 储存到巨宝库里面的媒体图库 刚刚这个0001 我把它调整一下 这0001 这就刚刚输进来 是刚刚这个档案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拉进来 这跟Premite一样 好 假设我要这个硬点 2点 2点 拉下来 它比较不一样的 你可以注意到 这边有一个VA VB 这是比较 旧的传统的 非线性简介的格式 然后我再找一个 我再输入一个档案 一样的 我可以输入一个档案 片头群吗 OK 输进来 它没有办法重叠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它这样子 这样子就接在一起了 我讲过每一个软体 它都有一个功能 叫Snap 那靠靠近就吸起来 靠靠近就吸起来 它怎么才能做特效呢 拉下来 交叠 然后到这边 聚宝库里面有转场效果 我先把它拉下来 点一下 确定 它这边就是可以了 这边 它跟Premiere完全颠倒 Premiere是 这样子 我再看 它故意跟Premiere不一样 免得说 它超人家 它超人家 它Premiere其实是长这样子 它故意的 好 我们把它 调回来 你要Play一下 等一下 太快 把它交 它交错的地方长 它就效果长一点 OK 等一下 那是谁 哦 sorry 没有按一个东西 921 地震打鬼 对不对 等一下 那是谁 OK 一样 它其实跟Premiere很像 我觉得几乎一样 然后它要剪开来 这边有一个剪刀 你把它点了 它一剪就剪开来 剪开来 然后它声音影像怎么分离呢 也是点了它按右键 有一个分离 点了 它就分离了 你不要这个video 你点它 Delete就可以了 其实跟Premiere 我觉得 几乎一样 然后它要做快动作慢动作 这边也是 速度 你可以20% 好30% 它就变慢动作 OK 速度 100 它也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目前Premiere没有 它可以变速 它可以设keyframe 比如说好 我这边是100 在这边 我设一个keyframe 这边是0 20好了 然后再来 OK 这边是keyframe 这边是1000 大家看过一些电影特效 突然 突然它一踢 踢到半空中 它突然变很慢很慢很慢 这个就是这种东西 OK 比修 比修 不累 等一下 搞得有点复杂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应该做跳舞 特效 變得很慢 10% 突然變很快 就這樣 這是Premiere裡面比較沒有 那他 他的效果裡面也是非常多 轉場特效裡面非常多 他有一些內建圖我把他拉進來 好我們也可以他也有3D的 這個 OK 那有出現紅色就是他要Render的地方 也是同樣 然後 還有什麼 呃 他也可以調顏色這些 他調顏色的地方就在這個 視訊濾鏡 他裡面有非常多的 比如說 我們把他調 老舊底片一樣 丟在這裏面 他整個變成這樣 整個變黑白 然後他也可以變成其他的 玻璃狀呢 變成 這好像有一層玻璃在上面一樣 其實這些都是 都差不多 那 那 上字的部分 他這邊有一個T 上字的部分 他這個上字喔 比較陽春 比如說 等一下 這樣 txtr text 我們也可以把它調大小 go 然後你可以把它框了 然後這樣子 然後它可以做特效 對,它已經好 可以拿 啊,它已經好 只能不见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字要放在V1的邊 字就在這裡 為什麼他這個不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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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加了它本身有一些动态特效 你加了进去之后 刚刚为什么看不到是因为它是白色的 有一些动态特效 我可以把它再放大一点 OK 所以让几乎每一套软体它都功能的都大同小异 那就看在你们怎么这样使用 OK 那对这个media studio pro有没有什么问题 它最大好处它是中文的啦 就你可以蛮了解的这个 然后看help档大概就可以有 看你要转出来什么格式啊 会有力的最差 对 Vegas不错 但是Vegas转档时间稍微长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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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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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才是包括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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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从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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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对于 很多的 我对于 对于 感谢观看 我对于 我对于 要回家 我们就说 就是一直 然后 理论最后 就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这几年 这个台湾的新闻传播科系 要找这种 有实务经验的老师 非常难找 所以 教出来的学生 就必然会有更大的落差 所以包括 说 平面写作可能是最简单的 印刷媒体写作是最简单的 这个老师再怎么样 你要找到 写过新闻稿的老师都不难 可是呢 在广播电视的写作上 那就不一定了 那就不一定了 我自己最近在帮文化大学筹办一个 同样主题研讨会 光是要找几个 就是说 得过一些亚太影展 金东奖的这种剧作家 来传授经验 他们都说忙得没有时间 因为你们都很清楚 兼任老师的终点费是很少的 一个小时大概600多块 700块而已 交两个小时才1000多块 那大部分的兼任老师去兼课 都是为了热情 尤其是如果到文化大学 或者到其他地方 你可能会来回 恰情就不好了 绝对划不来嘛 我有一次请苦林到 我在府人大学兼课 有一次请苦林去演讲 那么苦林跟我讲 他那时候在三重录节目 那大概三年前 他在三重录节目 他说 他从三重到新庄 府人大学的时间 跟他从三重到台北 坐飞机回台中时间差不多 因为新庄正在挖节运 塞车塞得很严重 那我请苦林来演讲之后 过一个月 他的绯闻就爆发了 我请他演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有绯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请他演讲的时候 那当然现在可以讲 已经爆发了 那时候我都挣扎的不能讲 我知道这一讲 一定是个大新闻 他来演讲那一天 那么就一个女孩子开车 送他来 那女孩子开车送他来之后 一般助理 如果有可能助理 助理如果开车送他来 助理可能就会到处逛一逛 或者上来坐 在车子里面很闷 那女孩子从头到尾 也不愿意下车 后来因为苦林演讲完之后 府人大学 请他顺便参观一下实习电台 我就跑去跟那个小姨讲说 我们现在看实习电台 要再花半小时 你要不要一起来看一看 他也不下车 那我就知道有点问题了 后来结束之后 我送苦林上车 苦林问我的不是到机场怎么走 因为大家知道他住台中 他问我的事要到 忘记了 木扎还急没怎么走 重复大家去 我请他演讲是夜间部的课 讲完课九点多 你去木扎干什么 我那时候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人啊 要有道义 一个演讲两千块 请苦林来 然后呢 来之后 你又把他秘密泄漏出去 做人的道义不能这样子 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两个月 他这个匪文案爆发了 我才敢拿出来讲 因为反正对他已经没有什么伤害了 好的 我们来看看台湾的这个广播 广电媒体的这个写作教育 相较于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 在 报纸的部分 印刷媒体的写作教育 发展得非常早 从这个 19世纪 就已经有了 然后秘书理大学 1908年就已经成立的 新闻传播学院 那相较之下 广播电视的部分 最早的是 1962年 四星专科学校 成立广电科 隔年 国立一专 成立广电科 然后在大学的部分 1963年是文化大学的大传系 那时候在夜间部 夜间部 在市区 1964年 政大成立新闻系 那我们看到他的教学的内容 文化大学大传系 广播电视相关的学分 有52个 占了他总共的比例是33.13% 那么这个33.13% 还不完全都是跟 写作有关的 事实上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去查历史资料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但是今天 到今天为止 文化大学大传系 是不教 广播电视写作的 不教的原因很多 可能认为不需要教 或者是 没有师资 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个东西需要另外教 那么至于 政大新闻系 1964年成立的政大新闻系 他的广播电视学分 甚至只有12个 那12个你们想想看 光是什么导播学啊 什么摄影学 大概扣一扣 大概也不可能有 那么这几年 我去注意了一下 这几年开始 因为政大后来 他的这个广电系 从新闻系独立出来 然后呢 世新大学 后来我去认教了之后 我才知道 那这几年开始 有少数的这个学校啊 开始在教广播电视的写作 但是 要教是一回事啊 那我们如果从某些地方来看的话 就知道说 恐怕也不好教 为什么 一方面我们刚刚讲到 师资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一直以来 媒体教育不教 然后这一块 那我们的思思从哪里来 就要从食物界来嘛 对不对 那从食物界来 就会出现一些状况 一个就是说 食物界的教导 是比较食物导向的 就他会什么 他就教你什么 至于这个东西 对或不对 他没办法教你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广播剧的写作 广播剧的写作 那么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人写过广播剧 我过去曾经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自己开始在试着 写广播剧的时候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说 我要把我所希望的音效 或者音乐 写在哪里 格式上我要写在哪里 那我问很多人 很多人都说 他们从来不去碰这个 就是广播剧的写作 只写这个 剧情对白而已 甚至也没剧情 就是对白而已 简单交代一下剧情 那我说 关于音乐 以及音效的要求呢 基本上编剧是不管的 编剧不管 那编剧不管 那你怎么去拿捏 那就不拿捏啊 就后面的人的事情 包括我请教 我们后面会提到 我去请教这个 这个台湾写广播剧 很有名的潘宁东 潘老师 潘老师 潘老师这个 在台湾六十几岁 在台湾写了很多广播剧 那么上个礼拜过世 我前年还去访问过他 那他就特别提到说 我说 潘老师 我一直很好奇 我看了很多人写的剧本 我看不出来 因为我一开始 我写广播剧 我怎么学 就拿人家的剧本 人家怎么写 我就照着写 因为没有人教 没有人教 然后我说 那我对音效的要求 要写在哪里 潘宁东老师很高 他说 你问这个问题 问得太好了 他说 他一直认为 他一直认为 写这个 广播剧 的编剧 应该 因为 整个剧是你在想象的 这个时候 应该出现什么音乐 这个时候 应该有什么样的蹭乐 或者这个时候 应该有什么样的音效 编剧最清楚 你应该把它写进去 可是 长期以来 台湾写广播剧 没有人写这个东西 潘宁东老师 他觉得 这个是应该要写的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在台湾 讲到广电媒体写作 不论是 没有失知 或者是找 食物界的人来教学 你都可能出现 那个状况就是 他教的 是实际上在做的 但是 是不是最正确的 其实不见得 其实不见得 有一部 日本拍的 这个电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部电影 如果各位对于 广播剧有兴趣的话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 当然不一定找得到 台湾很多电影找不到 叫做心情直播不NG 这个影片 大概也没有太久 大概四五年的影片 他讲的就是说 他讲的就是 这个 日本的一个电台 为了要拍一个广播剧 中间出现很多状况 那里面包括 对于音效的制作 等等 这部影片 我每次教 电台方面的课 都会放给学生看 而且这个影片 不但很有意义 我认为对于 这个 研究电台很有意义 而且呢 它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从头 看了之后 保证从头笑到尾 非常好笑 好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 继续谈到 这个 媒体写作教育的部分 好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失之不好找 除了失之不好找之外 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试着去找过 广播电视写作的教科书 我跟大家报告 你找不到 你唯一唯二 可以找到的 是大概四十年前 有比较老一辈的 这些 这些这个 新闻前辈 他们所写的教科书 那么 那个年代 所写的教科书 跟现在的教科书 有很大的落差 现在教科书就要强调 有没有什么理论啊 什么跟实物结合啊 那个年代的教科书 就是一些 经验 心得而已 比方说 当他提到 广播新闻该怎么写 他给你强调 语句不要太长啊 语句话不要超过二十个字啊 这种比较属于 经验性的传承 那还是三四十年前的教科书 这几年来 你去 如果你说 我很好奇 广播写作怎么写 电视写作怎么写 我跟各位报告 你找不到什么书 你找不到 那 这是不是全世界都一样呢 当然不是 就台湾是这样子 美国就有 美国就有一些 写的还不错的 关于广播电视写作书 我手上这本是 一个美国 美国的很资深的剧作家 Robert Hurley 写的 那大陆翻译的 我觉得这本书 大概是我看过 我觉得写的最好的 它里面有一些用语 跟台湾不太一样了 大陆的华夏出版社翻译 叫做电视广播 和新媒体写作 这大概是我看过 我觉得写的最好的 那么 台湾不要说没有自己的教科书 台湾连翻译人家的教科书都没有 这还是大陆翻译的 我们前几年 这个跟大陆刚开始交流的时候 我们常常嘲笑大陆人 大陆人都 大陆人写了论文 大陆人教授写了论文 拿给你看 你会笑死 大概跟我们大学生写的心得报告差不多 那也叫论文 大概是五年前 现在 各位 大陆的新闻传播这一块 不管是论文 他们可能还差一点 但是大陆这几年在翻译书这个部分 很认真 很认真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跟几个老师合作 我们想写一本 关于新闻传播 以及公共关系方面的书 到大陆 因为我们发现大陆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书 大家知道 大陆公共关系这行业 是最近五年六年才开始出现 过去计划经济哪有什么公共关系 结果呢 我就是慢了一点 就是因为有时候杂物很多 慢了一点 还没写 就看到人家大陆 他们这个叫做编著 就是有编人家的 也有自己的 公共关系教授就比台湾 我认为比一半以上的教授都来得好 电视写作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常常自豪说 我们什么新闻教育比大陆成功 大陆跟我们学 可是这几年好像大陆不只在经济上 后来居上 在这种书的翻译上 也是后来居上 所以我们从师资 从教科书都可以看到 台湾在广播 电台跟电视 这一块 关于新闻方面的教育 是留白的 是空白的 空白一片 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说 不同的媒体 它的确会有不同的特性 以台湾来讲 这些不同的特性 它的具体的影响也不一样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过去 过去因为还没有开放 所以过去在这个媒体的影响的部分 因为过去只有三台 那三台那时候的电视新闻的时段 就只有短短的什么七点钟新闻 半小时或一小时 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 因为它的可以报道的时间 非常的有限 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 它主要是作为报纸的补充 但是到现在 特别是 整个在媒体大量开放 有限电视带来很多频道 然后现在有所谓的 全新闻频道出现之后 一方面新闻很多都是乱报了 比方说 现在新闻就喜欢抢独家 我前两天看到年代 有一个独家 我觉得我今天想 这也叫独家 他采访赵绍康先生 本台独家专访赵绍康 我不是说赵绍康 我不是说他不是独家 但是 你如果说你独家专访小布希 胡锦涛 哇那不得了 赵绍康是媒体人 任何电视剧采访他 他都很愿意接受采访 那这怎么算独家呢 所以那今天 TVBS东森也可以访问你们各位 这都是独家 绝对是独家嘛 但是 这是哪门子的独家 我就觉得 然后有的时候 我看过几个画面 几个画面很好笑 就电台打独家 然后访问某个人 你就明明看到 那个受访者的前面 有四五支麦克风 不同电视台都在那边 他还跟你讲这是独家 所以 电视开放之后 乱象蛮多的 但是呢 不可否认 他虽然可能比较 肤浅 但是比起过去 毕竟好很多了 根据政治大学张国仁教授所做的研究 他做一个跨年的研究 他说在1992年的时候 报纸只有在详细完整这个部分 胜过电视 就说他就比较 报纸 这个平面媒体的特色 跟电视 这个媒体的特色 如果你要做比较 各种特色里面 在1992年的时候 报纸还是比较详细完整的 可是 到了2002年 当你问受访者 你问受访者说 你认为 报纸在哪一间部分 胜过电视 连我们刚才所说的详细完整都没了 他只剩下一个新的 叫做尊重影词 因为 报纸在写报道的时候 一方面他很难 比方说他就算写了一个名字 文化大学大传细 过去都会打一个叉 赖叉位教授 然后 联合报写赖叉位 自由时报写赖翔叉 中国时报写叉 叉位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拼图拼命就知道了 那 比起这个电视 因为 报纸写了之后 你还花点时间去思考 你可以回到家里 采访完回家慢慢想 你这个想的过程当中 很多理性的成本就进来了 可是电视不是 电视是抓那个画面 你今天这个画面跑掉了 那你可能就来不及抓到画面了 所以电视常常会出现很多 很耍宝的情况 最有名的就是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这个 这个 白晓燕明刚发生的时候 然后很多媒体就去追逐 这个 陈静新 结果呢 就有一个很知名的主播 在电话连线访问他的时候 就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要自杀 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讲起来会觉得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 可是我跟大家讲 今天换成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那个时间压力太大了 我们在新闻教育上都会期望 电子媒体可以给记者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比方说你要去采访陈静新 你先坐在家里想想看 有什么要问的 我们都期望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也许不行了 比方说你不能跟陈静新讲 对不起 我们记者还没有准备好 你能不能过五分钟 过半小时 你再冲到这个现场 才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跟你连线 有时候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考随机应变 我看电视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那个机智问答的节目 我常常就在底下抢答 那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讲 哇你什么都知道 那你上去算了 我跟他讲 你在底下答得出来是一回事 上去了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在教危机传播 危机传播里面有一个概念 叫做窄化效应 窄就是那个变窄的窄 所以人平常都很冷静 一到紧张的时候压力来了 你都会做出很多很奇怪的决策 那包括电视记者也是一样 好那我们说 回过头来 如果今天啊 媒体的影响力 特别是电视的影响力 几乎在所有的部分 都超过了报纸 几乎都超过了报纸 那么 对于这种电视新闻 到底该怎么写 似乎也到了一个 就是说大家来思考的时候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刚刚讲的 学院教育里面主要教的 还都只是在 这个印刷媒体的新闻这块 他认为你学会写报纸新闻 你自然就会写广播新闻或电视新闻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恐怕不见得 恐怕不见得 好那么 如果学院不教 食物界教不教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 在英国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其实不止英国 世界各国都一样 就很多的媒体记者 他的训练 都来自于 媒体本身 比方说 有人研究过 英国 BBC的记者 怎么来的 英国BBC记者 所受的训练 英国跟台湾接点有点像 这是很有趣 就是说 在BBC当记者的人 他有很多 并不是新闻传播科系毕业的 那新闻传播科系毕业的 很多人 他会来不去当记者 这台湾也是 所学非所用 这问题很严重 我一直很想做一个研究 我想探讨的事情很多 包括 台湾每年因为 你的 大专科系 跟你的 以后做的 不一样 甚至跟你兴趣不一样的 因此而浪费掉的 教育资源 每年有多少 我一直想做这个研究 你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 念公立大学 一个学期 学费大概两万多块 市立大学 大概四万块 五万块 但是这个是 你所交的 学杂费而已 还不包括 政府补助的 我们文化大学 有国术系 我有一次 遇到一个国术系学生 我就很好奇 说你念国术 以后要干嘛 当保镖吗 当中南海保镖吗 还是干嘛 我很好奇 我就问他 他说不是 我要去卖面 我就很敬佩 我心里想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那个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里面 那个 那个赵薇 他会太极拳 所以楼里面会比较 比较特别 我就很好奇说 那是不是 主面的时候 跟中国功夫可以结合 我就问他 他说没有啊 我说那你为什么 念国术系 他就反正 考到什么 就念什么 随便念一念 那这种随便念一念的人 多不多 多得不得了 多得不得了 我真的觉得 台湾每一年浪费在这种 就是说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自己在内 就是说我大学 也走过幸运望路 包括我自己在内 每年浪费掉的资源 吓死人 我们不知道跟美国买 什么军购六千多亿吗 我们那个浪费掉的教育资源 大概也是六千多亿 搞不好还不止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事情 好那么 英国也是这样子 所以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换句会比较心安 那么是不是说 英国我们刚刚讲说 BBC的记者 有一大半来自于 平面报纸跳槽 平面报纸记者跳槽 跳槽之后 BBC还会内部做训练 所以主要是来自于内部训练 那么台湾的记者呢 我们看了一下 这是我去搜寻到的一些资料 虽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媒体 但是 可以反映出一个趋势 中视 中视对于记者的要求是35岁以下 大专以上学历 大船相关科系毕业 落聚实务经验者有加 中天 性别年龄不拘 学历 大学新闻传播相关科系毕业 经历相关经验一年以上 那如果是在 有一些包括中广新闻网 跟情绪酒吧 你会看到一个趋势 这大致上是第一个要年轻 第二个 经历不太限制 第三个甚至于连科系都不太限制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跟台湾媒体的结构有关系 就是说 你年轻 年轻你的心血就少 所以很多的这个 这几年有不少媒体 一方面在裁员 一方面他又找好新的人 新的人听话嘛 为什么你要找这个年轻的主播 年轻主播很多人嘲笑说 年轻主播是读稿机 读稿机就读稿机又怎么样 都会听话就好了 你看东森多好 东森有些主播 你叫他去泡温泉 接泡温泉他就去啦 对不对 在我的想象当中 主播应该是很有权威的 你怎么 主播跑去介绍温泉 哇这个温泉很棒啊 大家来看看 然后就去泡温泉了 对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 好那么 反正他只要年轻他就听话嘛 不会像李彦秋去领个奖 还在台上爆料 说我们都只是傀儡而已 所以你就看到年纪越大就越不好控制 前几天这个中士的气象主播 人的语要跳槽 那后来就找了我的以前的同事 戴力刚 去中士 那我的这个文化大学的以前老同事问我 说为什么会找戴力刚 戴力刚很年轻 戴力刚很年轻 我说还不简单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老板 都是中时的嘛 中时先买了中天 对不对 后来又买了三中 所以 你的左手的主播要跳槽 当然右手的先去指引一下 先去蹭蹭场面嘛 我说他们很多 很多人 看这个新闻 没有看出后面的玄机 但是 策略上是不对的 策略上是错误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就是说 你们想想看 什么人看能力鱼 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不对 年纪比较大的人看能力鱼 像我 我觉得谁抱气象都差不多 我就没有品牌中神度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 大概四五十岁的老人家 他非能力鱼不看 他一定看能力鱼 那如果你担心 你的这个 看能力鱼的这些观众 跟着能力鱼跳槽转台 那你就要想一个 能够不让人 不让观众跳槽 就是说 他的整个权威地位 可以取代 能力鱼的人 就当这个 一般的 观众 他没有注意到 能力鱼跳槽 他转到中视 没看到能力鱼 看到一个跟能力鱼 差不多形象的 他可以再看个两眼 那才是正确的策略 那你今天刚好相反 能力鱼走了 你就为了一时方便 找 我不是说戴力钢不好 我是说他这个 他们的吸引的 目标观众是不一样 你为了方便找戴力钢 那戴力钢今天 新闻 就说 大家转到中视 他怎么觉得年轻人呢 他可能觉得年轻人不可信 虽然戴力钢已经快40岁了 比起人力鱼 他可能觉得不可信 他就可能转台 所以 过去 周玉寇从 飞碟跳槽到东森 很多人就建议赵浩康 说你找那个 找郑立文 找这些人去替补 赵浩康说不行 他说这些人的分量 没有 周玉寇重 所以呢 你如果不找一个 一样重量级的 听众会被他带走 后来赵浩康自己上去 他很辛苦啊 对赵浩康来讲 他每天那么早起床 非常辛苦 所以他刚开始 第一个小时的预录 后来慢慢的才习惯了 好我们 休息个十分钟 等一下继续来跟大家报告 关于新媒体写作的 一些比较实物面的部分 Hej då 了 しょうれ 优优独播 关于İ 散播 sent cloud them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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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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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事件 到底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到就是 有时候 感谢观看 没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预约 福山植物园的简介的画面就拍得很好 所以很多人去也没看到 他是觉得骗人 说你福山植物园的简介 怎么有拍到这三腔 台湾蜜猴 怎么他们都没看到 我去的运气很好 一进一圆就看到 他后来就没看到了 所以像这种很多 其实很多这种简介 我看到的 尤其是我之前去福山植物园 看到那个简介 真的画面拍得很好 但是那个OS 显然是有问题的 不是说OS写得不好 而是说 他是用来读的文字 他不是用来听的文字 那后来去福山植物园 他们就介绍 这个可能跟电台有点关系 就看到那个导览员在介绍 还好那个导览员是我认识的 去了发现 这是我们以前学校教官退休 去当义务导览员 就因为认识 没有给他吐槽 当老师当官 就给他吐槽 导览就在介绍 就说这个福山植物园 我们一进去 是水深植物区 有一个池子 然后呢 上面很多小屁屁 什么小屁屁 因为同时很多人导览 说是因为有小朋友吗 那你介绍什么小屁屁 还不是 是有一种鸟 叫做小屁地 那个屁是那个偏屁的屁 去到人之边加个鸟 地是快地的地 去掉错步加个鸟 那问题是 如果你这个 其实 其实之前导览影片就有了 但那个福山植物园的导览影片 没有文字 那时候就有听到啊 一直在讲小屁屁 小屁屁什么东西啊 后来又听到人员讲 还好认识 没有人吐槽 说你讲话不能文雅一点吗 一直讲什么小屁屁 后来不是人家不文雅 是我们自己书念太少 才知道文字上的用途 那么除了这个 很多的公家机会 那我之前带学生去参观立法院 立法院也是 立法院的那个简介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去听过立法院的简介 我自己过去在立法院服务过 我从来没去听简介 那后来是因为带学生去嘛 老师要打混 就叫他们去听简介 他们听简介半小时 我在外面跟人家聊天 然后听了一下 那个简介也是一样 那个写的是用来读的文字 不是用来听的文字 看着用来 然后去听你会听得很辛苦 不是根本不是用来听的 所以包括立法院都这样子 那行政院更好笑 行政院之前闹了一个笑话 说这个苏贞昌当院长 很多来宾去参观 他就送行政院简介 送完之后有人跟苏贞昌讲 那里面就说我们的游锡昌院长 什么什么什么 虽然不知道院长简介是 因为简介 通常那种大机构的简介 要做很久 文化大学的新版的简介 做了两年还没做出来 我心里想说 怎么能到这儿做好 校长换人了怎么办 大机构的时候想了很多 越想越多 越做越做不好 然后机构越大 那个文字要求就越严格 文字要求越严格 就离听的文字越远 那然后 包括卖场啊 飞机上的这些 就是说这个其实 就是我们在提到 媒体写作的时候 还有很多 很多可以去 去注意的 那只是注意到的人非常少 好 那么 我们提先对于 未来的这个看法 就说未来 新媒体写作你要去寄望媒体 或者寄望媒体工作者 这太不切实际 你说希望记者朋友 以后注意一下你怎么写作 不切实际 当然记者朋友 自己愿意自发性的去做研究 那当然很好 但是一方面环境不允许 另外一方面 他一个人也很难做什么研究 那学界方面 就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就是说学者很少人做这种研究 而且如果国科会 因为现在很多学者 他做研究都是 国科会补助他去做 如果国科会不推动 他学者就说 我优先补助你做研究的话 学者不做这个研究 为什么 大部分的学者 他 学者很怪 就说 其实读书这种是 知道自己懂得很少 我最近在看这个 看这个博洋版的知识通鉴 我在MSN上就写 我在拜读知识通鉴 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 一个电视台的主管跟我讲 说你的MSN也该换了吧 他读了两个月 还没看完一本书 我说不好意思 博洋版知识通鉴 七十几本 他的 后来才知道 我没有看见 我也不知道 久闻知识通鉴大名 后来才知道 这个司马光 宋朝写知识通鉴 就写了四百万字 这很难想象 我们现在也不要说四百万字 写个十万字 就写得快吐血了 然后再加上 博洋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那个字数起码多一倍 所以总共七十几本 我现在看到第六十四本而已 还没看完 那么 那我们 看到这种 就是说 一般的 这个 看了知识通鉴 至少自己懂的东西很少 看到很多历史典故 他说 自己什么都不懂 所以 可是很多学者不是 很多大学教授是 他不懂 他永远不会跟你讲 他不懂 他怕你笑他 特别是 新闻传播领域 新闻传播领域 尤其是这种 实物操作的东西 坦白讲 有的东西 你没有碰过 你就不懂 就像我刚刚讲说 便利采访手册 我就 承认我没看过 我就去药 你药之后才发现 没有这种东西 很多学者不是 很多学者 没看过 不承认 他也不会去药 永远就不会知道 这个情况 所以 你说要这个学者 去研究说 新媒体是 怎么写作 广播媒体怎么写作 电视媒体怎么写作 他不太愿意 因为他不愿意承认 他不懂 除非有人愿意 愿意讲著 他才愿意承认 不然 不然 很多的这个 学者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学者是关在象牙塔里面 因为 他在那个塔里面 他是老大 他一走出来 他是老小 他不愿意走出来 但我觉得 你不走出来 人家也知道 你不懂 你就公开承认不懂 就好像怎么关心 另外一个就是 要由通讯传播委员会 来引导 那怎么说呢 这个 NCC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 不管广播电台也好 电视也好 他都是执照 都要换执照 那么 当时候 不管是你申请执照 还是你后来 换发执照 按照这个 这个 电波媒体 是一种公共信托 这样的一个精神 你都必须 提出你的 营运计划 来申请执照 或换执照 那么你每一次 换照的时候 你要 先回顾 你过去所提出的 营运计划里面 在这个部分 你做了多少 就好像 你开支票 你曾经开出一张支票 说 这个是我的 我申请到这个执照 我要做的事 然后时间到了 来看看 支票有没有兑现 那我们说 你要求记者 或者要求新闻部 去做这种 帮台湾的媒体写作 做一点 我们刚刚讲 除了学界要做 业界也要做 但是你要求记者 做不切实际 你倒不如 可以透过 通讯传播委员会 换造的时候 就要求 你比方说 TVBS新闻部 东森新闻部 3D新闻部 中天新闻部 在这个部分 你有什么贡献吗 你说 你们连 便利采放手册都没了 都不见了 那你这个新闻显然 你这个新闻部 显然在 在一个 关于传承的这个部分 是很不认真的 你只是 急着把他 这个新闻填满 至于新闻 要怎么做才做的好 你显然是不认真的 所以 我认为 如果 NCC的这些学者们 愿意 把这个东西 列入考量 那么 电视台 才有可能 就是说 除了这些 摄影大哥 摄影大哥求好心切 还有骂他的这个小老弟之外 他除了这样 电视台要求 你不要光骂他 你把你的经验 往下教导 你们这一组 那一组 你这一组说 这种突发新闻 应该这样子配合 那一组说 应该那样配合 那你看哪一种方式好 大家来研究一下 会有两个都好 有两种不同风格 也行 你才能够有一些 沉淀 累积的好东西出来 那不然台湾的 这个 广播 电视的 这个新闻写作 就会一直都上 目前这样子 他一方面 没有学院的引导 另外一方面 在经验传承上 也做得很糟糕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一个情况 好或不好 也没什么不好 反正电视台也活得下去了 只是说 对于传承 对于经验累积 对于提升 整个新的媒体的写作 显然是没有帮助的 OK 好 那么 刚刚讲的是一些 初步的一件心得 各位如果有什么 要进一步指教的 除了可以现场提拔 你可以写email跟我联络 我每天收很多次email 但是我写的email再多 也没有 你们有上过这个 庄博仲 庄老师的课吗 没有上过吗 讲那个网络新闻的 庄博仲 他们变态 我半夜三点 有一天睡不着觉 半夜三点写email给他 过一分钟就回了 有一天太早起来 凌晨五点起来 写email给他 他又回了 这个人24小时不睡觉的 他还不在 开开他的玩笑 好 那么我 先请教 就是在 在座各位 不知道对于我 今天所讲的 有没有什么 要提出补充 或者是有什么 要指教的 请教老师 就是说现在 我们今天谈的 比较是广电的媒体 是 现在就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新的媒体在 网络网络 对 第一个就是说 想请教 可不可以简单的讲 要这个媒体的特性 或者说在写作上 那第二个 当网络这个平台 可以容纳各种媒体在上面 比如说 网络电视 网络广播 那网络上的电视 跟我们一般看的电视 那个表现手法 会不会有一些差异 或者是说像广播 这样的情况 OK 我讲这个题目很大 短期也没办法回答 但是我可以分成三点来回答 第一个就是说 关于网络写作的特性 还是那句话 没有人研究 没有人研究 那至于它有什么特性 就是它写作怎么表现出来 目前坊间关于这方面的书 它大部分都是提下网络的特性 然后就跟你讲写作 那但这两个是分开的 那我们 我刚刚打这个广告 再打一次广告 5月20号 文化大学办的这个广电记 这个信息媒体的研讨会 最后一场 也就是三点半开始那一场 是网络媒体写作 我们请的包括 这个ET Today的总编辑 蔡清辉总编辑 然后 番薯腾的网络行销副总 陈忠和先生 跟联广的网络行销部的总监 林建志先生 请他们来分享 那么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说 目前这个部分是没有人做研究的 那到底怎么样写作可以反映出它的特性 我自己还在探索 那也许 我如果有进一步新的 我可以email回答你 那我也欢迎你 5月20号当天可以 如果有空的话 反正不收门票的 OK 好 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或者建议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欢迎各位后续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可以指教我的 包括有问题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的资料可以提供给我参考的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相关讯息 都很欢迎通过email跟我联络 那么今天很谢谢大家花三个小时在这边跟我们大家分享 尤其是有几位有另外提出贡献的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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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